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我是凯宇 你有听过关系冷淡期吗 很多人都说谈恋爱有三个阶段 分别是热恋期 磨合期和冷淡期 但你知道吗 其实不只是谈恋爱 很多的一般关系 像是朋友同事 也会有热恋磨合和冷淡期 我一位学员他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两个人不管是上课住宿还是跑活动 感情好到像热恋中的情侣 而这样的好感情 一直持续到他们毕业之后 学员按照原本的计划 进入相关领域工作 而朋友则因为个人的兴趣 跑到很不一样的地方 又过了一段时间 学员发现他跟朋友因为工作变忙 生活的焦点有落差 开始有一搭没一搭 聊不太上话 就像是原本无话不谈的情侣 最后却变得无话可说 听完我这位学员的故事 你也有类似的经验吗 你会怎么处理这种关系的冷淡期呢 如果从一般的角度来看 你可能会有两种直觉的反应 第一种叫做过度讨好 意思就是 只要你意识到对方跟你的关系变冷 你就会担心对方离开你 而经常自我怀疑 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 对方是不是在讨厌你 排斥你 于是你变得想要讨好对方 会开始做很多的事情 不断地跟对方确认你们的连结 借此缓解你的焦虑 像是积极安排见面的行程 或者是频繁地问候对方 想要透过密切的相处 在对方的生活里占有一席之地 延续关系的热度 再来第二种叫做加速远离 简单来说 当你意识到关系变冷之后 你不想要跟对方保有连结 反而是提早转身离开 不想要受伤害 用力地保护自己的情绪 在这过程里 你会刻意地避开对方 避免自己太主动 很担心对方觉得你太黏人 比如说 你会刻意忽略重要节日的往来 或者是不去参加 对方也会出现的场合 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好不在乎 压抑内心想要靠近对方的渴望 独自承担很深的遗憾 而听到这里 如果你发现 你也有这两种直觉的反应 而且你又很重视这段关系的话 那可能会让你变得非常的辛苦 首先呢 如果你过度讨好的话 你的焦虑情绪会感染对方 行为也会不自觉地踩到对方的界限 一开始 对方可能会忍受你的行为 但为了守住自己的界限 对方会有意识地减少跟你的互动 而在对方做出这样的反应之后 你会因为感觉到对方开始在退 忍不住变得更焦虑 于是又做出更多的事情 也因为这样子又不断地踩到对方的界限 让你明明想要表达的在乎 却造成对方很大的困扰 搞得彼此都很挫折 就算对方想要继续跟你当朋友 也会因为感到辛苦 不得不退到比较远的位置 而相反的 如果你选择加速远离的话 你的冷漠会伤害到对方 你的不作为会让对方以为你不想要 即便一开始 对方给出邀请 但你一次两次的拒绝 也会让对方会有挫折感 使得对方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你相处 而如果对方没有跟你核对 带着失落退出这段关系 那么等你有天想要再跟他联系的时候 他也可能会因为讶异 觉得你怎么又变了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早就对你很失望 不再跟你有往来 而这时候 你才会因为对方变得疏远 突然接受到很大的挫折感 于是下意识地把自己当成受害者 同时也压抑自己失落的情绪 所以总结来看 遇到关系冷淡期的时候 不管你是讨好还是疏远 你都很难留住原本的关系 让你越去想要就越得不到 但你知道吗 其实遇到冷淡期的时候 你还可以有三种选择 那就是陪伴彼此走过 一起去看往后的风景 在这段过程里 你可以试着跟对方做一件事 那就是分享你的真实感受 所谓分享你的真实感受 就是去让对方知道 当你发现这段关系变得冷淡的时候 你有什么心情 你是怎么想的 让对方能够清楚地知道 原来你现在处在这种状态 原来你现在有这样的感受 而有可能他也会发现 他跟你有一样的感觉 一样的状态 于是呢 你们开始靠近对方的内在 一起穿越关系的冷淡期 然而在分享感受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避免用我觉得这三个字 来包装自己的意见 像是你发现对方变冷淡的时候 如果你说 我觉得你好像都不理我 我觉得你好像很不在乎我 像是这类的话 其实没有让你说出真正的情绪 而是掺杂很多个人的想象 很容易给人一种被批评 被指责的感觉 也因此 如果你是想要表达自己的情绪 让对方看懂你的处境 我提供给你一个适当的句型 那就是 我看到你做了一件具体的事 我感觉到一种情绪 比如说 看你最近比较少回我的讯息 我觉得很不安 看到你最近比较少跟我分享你的事情 我觉得有点失落 只要你先让事情跟情绪出场 给对方一个完整的脉络 他就有机会能够理解你 靠近你 甚至于分享自己的想法 让你们彼此能够表达出真实 让真实带给你们自由 而听到这里 你可能也发现 我并没有把重点画在 该怎么样让关系 恢复到热恋期的阶段 因为随着我钻研 关系这个主题越久 我就越发现 这样的期待 反而会阻碍我们建立深度的关系 就像你曾经很要好的朋友 如果你期待 你能够像以前一样跟他们相处 那你反而会因为勉强跟用力 让彼此都变累了 毕竟呢 以前有以前的欢乐 而现在有现在的韵味嘛 这是生命的真实 而这种真实 你可能会觉得是一种遗憾 但也正因为 你体验过遗憾的滋味 在未来的日子 当你又有机会建立一段 新的紧密的关系 你才会更懂得把握彼此 明白关系会随着时间七七复复 而你能够做的 就是珍惜此刻相处的现在 该放手的不强求 该把握的去爱护 那么你能得到的世界 会比你想象中的多更多 如果你也渴望跟人建立深度的关系 想要跟你在乎的人好好说话 我很鼓励你现在就加入 我全新的线上课程 我想跟你好好说 因为从即日起一直到 1月18号的晚上9点 你都可以享受 我们最早鸟的优惠2024 期待你能够把握 这难得的机会首到加入 透过课程的学习 还有生命的实践 真正的活出圆满跟自在 详细的课程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 都有连结 期待你的加入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